名好的口号一点戏都没有 反对以任何借口 任何名义 任何方法 对静坐绝食的学生 采取暴力 谁这样做 他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这十二位著名的学者 记者 评论家 以支持自由化变革而著称 在学生中有一定的威望 他们在赞扬学生的同时 呼吁学生改变策略 为了避免发生 心痛愁快的事情 为了使中宗最高层会晤 能够顺利地进行 我们谈起同学们 发芽是学调行中 知识分子错就错在 他们没有把自己 到底是什么看清楚 他在扮演一个政府和学生之间的 我学生这样的角色 我们能使政府的代表团 和我们这样面对面地坐下来 谈判 这是建国四十年来没有 这是我们一直作为学生 一直独立的 我们做成了 而到这一天 我们一诚挚地请知识分子 参加我们的时候 他们到广场所说的一句话是 孩子们 我们大家要有耐心 要讲理性 要教会他们 好 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理性啊 有 那好 如果在政府做出让步以后 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理性 来回答他们呢 我 我的话完了 他们觉得你们做得太快了 咱们还是慢慢来 你们最好还是听你们的爸爸妈妈 你们最好还是听你们的老师 听政府的话 我不想说太多点了 就是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 他们十二学者来广场 说对形势看得很清楚 知道继续僵持下去 对学生没有好处 而且出一片好心 在这么多的同学学学时 付出这么大的劳动 而政府居然就是这么不理我们 如果我们撤的话 这叫纵容恶人 那我们就从感情上 我们没法接受 经过我们 所以我个人当时有这个感受 让我很理性地来 冷静地说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对不起 我没有那么高的理性 因为我没有面对理性的对手 尽管大多数学生 对知识分子的提议不以为然 他们中不少人却也认为 戈尔巴乔夫的来访 有助于中国的改革 在最后的时刻 乌尔开西呼吁学生 做出一定的让步 腾出半边广场 以便政府举行欢迎仪式 我们认为我们提出来的要求是合理的 可是我们要是丢掉爱国这一点上 我觉得我们很难在这一点上 做出取得实质性进展 说得好 说得好 我们在这一点上 做出一个姿态 我们不是退 我们是挪一下 挪一下 挪一下 我现在只代表我个人 我是沃尔开西 我现在肯求大家 以大局为重 求求你们了 求求他们了 当时我们很不起 而且我们一直决意 不安不安 因为 我相信一个外部记者 他说 人们都说 你们都在绝食 还有你们这么样 5月14号晚上 大家静等的是什么 等到5月14号晚上 清晨 大家都有一种 焦虑不安的情绪 就是觉得他怎么还不来 就有点这种感觉 怎么还不来 就觉得有点 当时5月15号一早 我就也是和一个 知识界的一个朋友 一大早 我们通了一个电话 通了一个电话 就觉得这个问题 比较严重 5月15号 如果政府真的不动 这你就很被动了 这你就一直决下去啊 政府当我来个这样 看着朋友 一个一个 小事物的话 当我们就采取 更极端的措施 当我们就自焚 如果 如果 政府那个忍心 看着 几孩子 一个一个死掉的话 那么我们就做 第一个死掉的时候 我把这句话 然后就 到了官方长 说了 我说 我自己 愿意 做这些 角色团的 从事不违反 好像是 我不记得这么说了 参加这个角色团 唯一的资格就是 如果 在图形的行事之前 你愿意 首先 行事自己 来试更多的 同学们 活下去 政府的选择 是取消天安门广场的 盛大欢迎仪式 改在机场举行 三十年来 第一位正式访问 中国的苏联首脑 让学生给抢去了风头 格尔巴乔夫 会见的中国领导人中 有对苏联的政治改革 深感兴趣的赵紫阳 也有对 格尔巴乔夫的 所作所为 持高度戒心的礼衡 中国领导中的两派 都需要邓小平的支持 邓小平掌握着军队 因此 也就掌握着 国家政权的命脉 广场上的绝食 已经持续了两天 还有人在不断加入 官方依旧没有 做出正式反应 随着时间的拖延 民众对学生的同情 和对政府的愤怒 与日俱增 我自己的学生 我根本劝不动 那些女学生 你一劝她 她就哭等等的 这些方面的事呢 而且当时太阳出来了 学生那么年轻 地下垫块报纸 就是非常惨 我就觉得 他们能用 这么年轻的生命 来这么决绝地 坐在这 那么政府居然 对他们的这种东西 置之不理 当时我就是决定 一种感召吧 一种感动 我就决定要留在广场 跟学生在一起 帮他们做一些 我自己认为 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们呢 就是这个 底下这些市民和工人嘛 一直就在 这个官方的态度来看 但当学生们绝食 用他们的生命 来唤起这个 整个民族 整个的觉醒 所以这个时候 人们就是 有责任 就是一下子站起来了 5月16日 当戈尔巴乔夫 与中国领导 继续会谈时 30万人在北京街头 举行了示威游行 17 18两日 上街的人数达到百万 我曾经奔过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行 你无敗我的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我从十五号以后呢 几乎是天天都去了 我们学校是比较多的 同学参加绝食的 那么我们就去做一些那种 就安置工作呀 帮着他们做一些后勤工作呀 另外我自己去 当时纠察 我觉得应该让那个车子 能够救护车 能够顺利地通行 学生绝食呢 快一个星期了 政府呢 他也不理的 学生 当时我们就说了 你这把这整个是个王八蛋 最混蛋的人啊 就看见这种情况下 我想呢 就也比邓小平李鹏 他们就是强得多 政府中温和的领导人 试图去缓解这场危机 官方媒介 获准对绝食 做正面报道 同时 政府也组织了医疗救护队 以保证绝食学生的健康 人们凭着过去的经验 认为这表明党的路线 有变化 你们知道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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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